好了 各位親愛的小老弟 老鐵們再來聊 好 那這一集我們來講說 我說這個T21 T21 要去買正版的 正版的你們看我之前的影片 去他那個官網買 那你們要認證這個盒子 有的那都仿的 網路太多仿的 然後這人家是有正版的代理商 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說除了你要去確認這個 盒子啊 還有就是贈品以外啊 你要看型號 因為他有的亂拼啊 他其實官網沒有那些型號 所以你們還是要去買正版的 公司的代理貨 不然很多網路有的很多是假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啊 我有發現說他這個 他這個殼啊 下面會有這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得清楚 他下面會有這種神秘的數字 比如說這個是13mini的 就是下面就寫一個 那個D01 那這個我有 我有拍起來 然後之前的影片是那個 12 13Pro 13Pro就是 我看一下 13Pro它是寫D02 D02啊 D02還是D02我也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是13Pro的應該是會寫 好我們念D02好了 然後如果你是mini的話 等我一下 你如果是13mini的話是D01啊 所以他就是 管理放大就是會有這個 那這個是正品喔 正版的才會有 然後有這個點點的 然後我是 跟他的這個 其實我大概5號的時候吧 11月5號就有跟官網聯繫了 他是說他已經進去內部去查 那所以大概是今天他跟我講說 他有給我一個回復了 他這個回復的意思呢 這個螢幕蠻髒的 沒關係啦管他的 他這個螢幕他回復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是 他確認這個是正品 而且是說 如果把它翻譯出來 就是說 他是什麼 數字的工具代碼 他是用於追蹤庫存的識別產品 所以其實你如果買這個是正品的話 他這個其實 其實你要指名正品以外啊 他其實這個上面 他是有一些 他是有刻這個產品的代碼 除了可以防 對焦一下 有防止這個防衛的機質 所以就是他下面會有一個這種小數字 不過你在看我的影片 就是他這邊會有寫小數字 然後這個是點點的 然後如果你還不能分辨 你至少是這種盒裝啊 盒裝要去買正版的 這後面都是會有這種 會有這種代理商的 就是要去買正版的 然後他一定是 產品的一些什麼都寫的 非常的 非常的這個詳細 這個Pro Max不會對焦了 怕耶 好OK 那今天就這樣啦 所以就是告訴你們 這一集就跟你們講說 第一個記得買正品以外 第二個就是說 他這個下面這個 他這個是有這個數字啊 其實這個數字是 他們用於追蹤說 這個產品 這個是正常的產品 就是工具代碼跟識別產品 還有追蹤庫存 就會查這個 所以也是證明說 這個產品它是正品 所以就是 今天這一集就是 在跟各位談說 就是 如果你要買這個 Tech21的產品啊 真的要去官網買 不要貪小便宜 不然你買的 有可能是仿的 現在仿的可太多了 好 那今天就到這囉 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 這個關於神秘書 這是什麼 那我們終於查出來了 OK